西非國家尼日在26號發生了政變 而發動政變的總統衛隊領導人查尼將軍 28號上電視宣布自己是新政府的領導人 美國對於政變表達強烈譴責 而尼日的殖民母佛法國則強調 不承認軍事政變之後的任何國家領導人 不過華國納集團的首腦布里格金 則是公開的支持 還說傭兵們可以協助維持尼日秩序 也讓尼日成為了東西方在非洲角力的新戰場 上電視發表演說 62歲的查尼將軍宣布自己成為 尼日新政府全國保衛祖國委員會的主席 在總統府內召集閣員開會 原本英式最忠誠的御林軍兵變 總統衛隊領導人查尼將軍 前兩天帶領手下挟持並推翻總統貝佐姆 並自立為王 尼日殖民母國法國表示 他們只承認貝佐姆是實質元首 不承認軍事政變後的任何國家領導人 華格納傭兵集團首腦普里格金 在社群媒體發布語音訊息 支持尼日政變 還說華格納傭兵可以協助維持尼日秩序 法國目前在尼日約有1500名駐軍 歐美也協助訓練尼日的部隊 除了在烏克蘭 東西強權在非洲的角力更形加劇 劉永偉編譯 詞曲 李宗盛